以两个结合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首届五一论坛 3月22号在福建南平朱锡园开幕 吸引了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23号,作为此次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的文化考察活动展开 与会专家学者前往五一山市、南平市建阳区 先后考察武夫镇、考庭书院、韩泉经社、敏越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地 五一山市武夫镇是朱锡从师就学40余年的地方 至今,武夫镇境内还完整保留着30多处理学文化遗迹 成为研究朱子理学的珍贵历史实物 在武夫镇,朱锡雕像矗立于文宫山下 面向开阔的乡村绿野 雕像面朝东南,雕像高71尺 寓意朱子在世71岁 基座1.4米,则寓意朱子14岁到武夫 兴贤古街是武夫镇历史遗迹最为集中的地方 有朱锡讲学历说的兴贤书院 有记哉旧荒的朱子设仓 以及刘氏宗祠、连氏结校坊等十余处古建筑 每年这里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访 位于南平市建阳区的考庭书院 是朱锡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 也是它的终老之地 这位南宋理学家在此程序道统 规范祭祀 著书立说 讲学授徒 构建了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 形成影响深远的考庭学派 在中国思想教育史上树立了一座封碑 千年墨乡 建本流芳 建阳区享有图书之府建本之乡美誉 是宋代三大雕板印刷中心之一 在考庭书院内 建本文化展览馆游人众多 木刻雕板 仿古书籍 古书版式等建本雕板印刷物件有序陈列 立体呈现建本雕板印刷记忆 展示建阳古代辉煌的刻书历史 深厚的印刷文化底蕴 建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心 可以说是宋代是三大刻书中心 宋版书里面就是宋代的经书里 我自己亲自调查过的现成的一百多种 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我们建阳这边出来的 这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就是已经就是在 不光是我们在中国收藏的 在日本收藏的也很多 传到日本的 像建阳的课本在韩国还有翻课本 这都是就是说明它的一个影响力 韩全清社是朱熹在建阳创办的第一所书院 也是朱熹著书力学的丰收之地 朱熹在此完成太极图说节 孟子精益 资质通建纲目等著作 与友人合作著述理学巨著 静思路 在理学上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而且在朱子百家 金石子集研究上也取得丰盛成果 一天的文化考察行程中 专家学者们实地感受朱子文化 探究文脉传承 共化多元发展 重视传统文化呀 重视这个古籍的保护啊 这些东西都是就是非常重要 对我们做古籍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激励 现在呢就是古籍保护 古籍整理 古籍出版这些东西大家都很重视了 那大家对传统文化也都非常有认识了 以朱熹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 那比如说明理学 那么这个思想呢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传播中文化呢 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 同时我们有更强的文化自信 我们在事业面前 要讲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在这方面独特贡献 也是希望在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中 能占据一个主要的主动性的一个位置 那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把这个方面的价值弘扬都更加有利 才能体现中华民 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